以前的版本经常刷到轴承以北 但是随着后面版本的持续的更新 这什么 这还补了一枪 启动的僵直 打人的时候准 补人的时候不一定准 因为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刷车点 我感觉应该是两个选手应该要想去上车 然后启动的那一刹那 然后刚好是落在 有一个包围线 悟空其实没有什么好的观察位的 这一拨完了出事了 这一辆摩托车 司机被打下来 队友赶紧切了个一号位 开车继续溜 主要悟空的车也不是很好 这摩托车带着一个兄弟去走 然后走的还是这种直径圈形 是的 哎呀 这球5K也被扫下来了 完了完了 裂开 摩托车以后再也不起 他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主要还是因为 没那个其他的载军 这没车 他队友还开的是蹦蹦 这一把就属于太 要出事 是的 半破桑 就这一颗电线杆有点细 稍微往后面撤一撤 队友也是 及时过来 匆匆 提到队员赶紧到位啊 迎来 龙死根高点落位了 那这一波 看天路撤不撤了 打其实两队很尴尬了 小九身威力的一件大 萨萨的话是直接被 龙死根拉到右边的山头给击倒了 再对枪 直接被对倒 这时的天霸呢 因为是分彩的 那一让出来之后 牛海飞和FM都看上了 那侧边 白龙脉被封给发现了 这局 嘎雅伟这边从侧翼再找机会 呃不想给你耗了 这个圈边啊 这个交团太圈边了 没意义 算了 这龙死根又把萨萨给击倒了 天路的位置有点尴尬 牛海比 贴到了房区 居然撤了出来啊 天路想要寻找破局的机会 冲了个起步烟 想要溜 下面还埋了个小童的这个位置 小九周有一棵树 冲冲那边在打药 嗯 焦阳还在拉扯墙线 拉过来以鼻子 秒了 秒了啊 薄良被打掉了 那么这样能从侧面再拉出一个角度来 FTY的阵型还要变 就焦阳一旦到位 小九的侧身就出事了 是的 但是小童今天已经完成了突破 小九 高点的老橘 嗯 还要对吗 这个是对后续的老橘再落出身位 有一定的威胁 宣布人 小九这个位置 这个树啊 实在是太细了 因为小童和刚刚下面的 匆匆的 它并不是一条直线 它轴上高地 里面城区近了 啊 哦 如果在这个房区有这样的压制力的话 那其实还可以谈一谈 能把这两分给收掉 这波瑶瑶想扶人 但是自己怎么不动呢 等队友爬过来 您一丝线 车打滑了 后软被打掉了 这个位置 没有还手的机会 被留下来 这波就是朋友再见 那前面还有一队 天霸也要收分 算了 先找个机会进个屋吧 黑猪啊 进来的一瞬间 被林树 马路对面的枪线给打掉 没事 小唐选来 小心一点哦 都能来到高点上也没了 也被发现了 七七把明明给对倒 明明刚才被撞倒了 然后又被对倒了 二打伏笔啊 再导致掉血 刚才没有救成队友 Candy 这一波要过来救羊羊 这一波叫做 拯救 大兵 羊羊 Steven就没了 变成盒了 再来一枪 没了 又是摩托 真的 今天在这一盘 大家的这个载具的状况 都不是很好啊 队友正面在突破啊 2-tap还在拿mini打远点 天天已经走到脸上了 一波起点输出直接带走 摩托车瞬间顶脸 主要是这个勾 一旦被拿下来之后 渡驾赛圈 我再出来 男男的出枪 Galovee和Crazy112 都是直接被击倒 有一个反坡的位置 先赶紧起烟 不仅大炮准 这mini也准 都是头屋 这三倍 911很稳啊 主要是匆匆那个位置 吃头之物呀 镜头都是911的三倍 结果数据全部都是长龙的 不看右上角 真以为都是911打的 不然我不相信还能秀了 今天突破也有个过点 是的 有个过点 就过来了 过来了 主要是山上刚好在开车 然后可可没看到 也在动车 山上的人被老 龙斯哥经典要操作 一打二 龙斯哥打的还挺主动 别看只有一个 跟老橘来一个二人小配合 帮 老橘帮龙举架一下正门门口 不知道还有没有闪啊 但是燃烧瓶现在是有两颗的 是的 DSS要被拖出事了 不想跟你玩了 走了 想走 但这个点能让青松过去吗 风了过点烟 然后有队友架枪 这个位置还不错 打的这波配合 而这个位置呢 那老橘就没有办法了 老橘一点招都没有了 那现在DSS还是有点尴尬呀 对他在走呀 接下队友呀 主要是现在他去哪呢 咋 就是下面那个厕所 又是一个很自闭的位置 又只有 卖钱 DSS难打了呀 是啊 看到厕所着力量废车 也不知道厕所里面有没有人 这个雷 是什么意思 排一排 他还排一排 波迪先排一点 他怕 他怕 Pero现在在反斜坡 这两兄弟也难打 左右两边都有枪线 站起来就要被抽 一KRG也不能踩出来 太嚣张 那KRG这局抽把 其实抽挺爽 牛海比想要攻三 但这位置上不去啊 被左右两边尬住了 得封一堆硬 好还没有踩到圈内 他得踩到圈内 牛海比已经上来了 没有打压的机会 血量太低了 明明的一波出枪 盖了直接被放倒 这边一波皮克 周皮炎直接被打掉 幻生也倒下了 天霸已经来了 是的 天霸在后面 赶着牛海比在强行进攻 牛海比被两边夹死了呀 对的 在一眼中 硬混 硬服 然后队友看 还能丢牛海比卡奥夫 哇小鹿 这位快累 牛海比无了 然后再跟天霸打 叉叉路 今天确实打得不错 终结了牛海比 刚刚那一波难受的一生 那确实那边就太难受了 被两边夹了 这位是没得操作的 天霸后面一定钉死 车台被卸了 特别车飞了怎么办呢 滑下去了 太陡了 这车他也被打掉 这车飞起来了 是 蹦了一下 苏九直接将特别给击倒 又看了一个靶子 这边的话 天霸想要直接去收分 真的大胆 先轻一下近点 丝毫不管远点时期的枪线 虽然现在时期也没有看他 远点在打架 接近点架 这是天霸一波下山的机会 天霸已经开始往下腿了 但时期已经战场收割完毕了 现在还有两个人在站着 苏九在打血 DJ也在打血 是天霸一波过点的机会 之前丢雷的位置去的 小鬼承受了这波打击 是 小鬼那个位置是没法扶的 倒地的我受了什么罪啊 是DJ扔的雷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远点到26中央还是出枪了 天霸的屁股也被揍了 这波天霸顶坡上面的零数 也没有办法完成加强的动作了 只剩小唐一人想要完成突破 有点艰难 有点难 右边 看看能不能再绕一下 身上已经只有一颗烟雾弹了 已经十个淘汰了呀 天霸那没事了 打扰了 十一个了 对十一个加一分排名分十二分了 超过完成任务 这个底部还非常赤雷 911远点裸架 这个位置完全是靠枪线 靠枪法压制的对手 被迫反打 没办法 他必须得给队友架枪 藏楼给炸枪了大残 911怎么办啊 真的没安静 只能裸架 然后自己要开始封烟了 但时间已经晚了 自己是一丝血了 侧面开的一个补枪就要要倒地 十七大旁边防守了 天霸的进攻 宿九还是把小床给淘汰了 看阿通摩 阿通摩这个底部也较为自闭 也抱一颗闪 可以轻松的清掉 主要是现在对面有DSS的枪线 XCG这边还不好下山 这坑太好打了 DSS的进气是很明的 这是一个明局 再摸了 底盘 你看看 这前同的队友呢 这一波真的是裂大开 当这样去排点的时候 后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同时在看 队友被捕了 然后再给了两枪 这三架一冲 真的是都已经打到这份上了 这是一冲零架 对 真的没有人架 架确实是架不住 这个点 他队友都在反坡后面 根本就没架 尴尬 队友三个看屁股的 三个看屁股的感情 他自己被劝 不去的 原点已经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背身 开始绝把 伤害打得挺多 最后小轩收下这一分 气死了 这只能被压回来的 CTG找到一封烟啊 对啊 这个时候 可能没了 可能没了 有有有 主要是车一飞了 巨尴尬这个点 是的 这废车还能用吗 能用能用 这个位置 说实话还可以 再加个车 CTG下山的路也有点难 但是2004目前摸上来一个投资物 直接猛炸炸到了五位 因为你活动的范围就这么小 林强那边也倒 只剩天天一个了 血量还贼低啊 这一波204把所有的道具 全部倾泄出来 CTG直接淘汰 没有任何的枪线交火 手雷完全轰炸 还是人数上面的优势 世界概率就最高 这波麻了 DSS晕了 这波出也出不去了 没烟了没烟了 侧面的KRG的枪线管不住了 Coco也倒下了 就是DSS那一波留在山头 也并不一定能跟CTG打赢 对这个结果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算是一个稳稳的多了一分排名 有机会吗 没了 好的恭喜2004 轻松愉快拿六个淘汰 成功吃鸡 胆女拿到16分 204到了第八的位置上 天妈现在77分啊 海尔金